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就准备做这个潮州式的油清 因为我当初去深圳的时候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潮州人的公司里面打工 所以潮州的厨师也是潮州人 形成了我的比较混打的一种烹饪方式 那现在我就把这个鱼处理一下 现在已经把头去掉 肚子里面内脏去掉了 现在先把这个锡子卷掉 我把这骨头要剔下来 骨头就来做汤匙 骨头就边搅料 我本来可以让它给我切好 但是它们给我切好的 它不给我骨头 我骨头我可以还剩好多肉 我要可以喂猫也可以自己吃 所以我决定还是自己抛刷了 现在我把这个鱼块呢 这个鱼排呢把它切成丁 保证它皮都和肉粘了一块 要不它会碎 如果没皮粘了它就会碎了 碎了就要不得多 好 两条鱼就切成块了 先用手机 这个大概要 要腌一下 大概30克腌 要咸一点 像平时做菜一样 好 这样子就让它腌一下 然后敞开它放到冰箱里面 然后腌的同时呢 抽一下水分 好 现在就 如果加锅 烧油烧到六七层熟了 六七层热的时候 就把它放进去 太热了不行 现在就要推一推 没人搭锅了 好 这个炸了半个小时 就基本上就可以了 刚才我试了一下 这肉 这个肉 这个肉 基本上水分就非常少了 不是很少 不是非常少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菜 不能炸的太干 太干就没什么味道了 就鱼干了 但是炸的太湿的话 它还是不行 它这个水分不能太多 所以炸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我就关火 关火了 现在让它这个余温再继续炸 然后等它稍微凉下来一点 我再放到那个罐头瓶里面 现在把它捞出来 草耳没多少 好 现在我把这鱼的装到 一个一瓶装不完 两瓶稍微多了一点 两瓶不够 两个瓶不是不够 两个瓶就不能满 应该是我觉得我的眼 看我的眼力会不会走 碎的碎的渣滞了 我就会明天来做鱼香茄子包 咸鱼茄子包 其实我就是想吃那个咸鱼茄子包 所以就做了这个鱼 这个鱼呢 你吃粥啊 干什么也可以 做菜啊 放一点也很入味 豆豉淋鱼也是广东菜啊 豆豉淋鱼就是阳江出的 阳江就是广东省的一个 一个地区一个市 剩下这个不装了 剩下我要拿来明天做鱼茄子包 然后放点豆豉进去 把这个油再浇上去 上面再放点辣椒 放点辣椒 要把它腌住 腌满 到时候这个油也可以下面一条吃啊 做菜吃啊 可以 这个鱼就 咸鱼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一起广东省 我们一张下来 你在旁边